讲功来说菜 那天我在想说 小朋友很喜欢吃披萨 很喜欢吃披萨上面那种起司的感觉 然后那种花花绿绿的一些料在披萨上面 然后小朋友有时候不太喜欢吃鱼 或者吃腻的鱼 那我们又希望他多吃点番茄啊鲑鱼啊 这营养的东西包括一些甜椒类的东西 我发现这些食材如果放在披萨上面 他们就愿意吃 但是做披萨呢 孩子做饼皮就嫌麻烦 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做个披萨的形状的样子 然后也有披萨这些食材 然后让小朋友喜欢吃下去这些营养的食材 这个像黄甜椒 红甜椒 菠菜 鲑鱼 番茄等等 我那天想说好来做一个这个 番茄鲑鱼 应该算是番茄鲑鱼盖饭吗 因为我下面还放了一点饭 可是事实上我发现这道菜 其实不用放饭在上面 就直接做好一整盘放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准备的是这个鲑鱼的尾部的部分 就是说有时候你去买鲑鱼是一整片 是中断的 它有骨头 我发现只要买鲑鱼尾部的话 就没有骨头了 你只要去皮切成一片一片就OK了 非常方便使用也没有什么刺 另外你可以用去皮的番茄罐头 或者你可以用小番茄都可以 然后另外菠菜就两只 然后把根部去掉切成段 然后洋葱就把它切碎 然后大蒜切碎 黄甜椒红甜椒 我就把它你甚至可以用青椒都可以 直接把它切成细碎 有时候小朋友不喜欢吃东西 把它切成丁切细碎的 他放在起司里面 他就把它稀里糊里把它吃下去了 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另外因为我们是做类似披萨 所以我就用洋菇 洋菇切片或者切一半就可以了 看这个洋菇大小 现在有的洋菇都卖很大颗的 你就要切可能四分之一这样子 你如果切片的话切厚一点 切太薄的话就没有那个菇的口感 如果你不想买洋菇 你也可以甚至用洋喜菇美白菇 只要不要用金针菇 因为金针菇太细小就会出水 就比较没有口感 那因为我们要做类似一个披萨的感觉 然后又用本来是要把它放在饭上面 有点像青植冻的感觉 所以用两颗鸡蛋把它打散了 那我想准备一些高汤 那我家里正好有些蛤蜊 我就把蛤蜊先把它蒸熟了 然后用一点水把它蒸熟 然后那个里面放一点姜 所以那个蛤蜊的腥味会被把它压过去 然后蛤蜊的打开了以后 就把肉挑出来 汤留下来 姜就把它挑掉 所以你就有一碗这个蛤蜊高汤 那又有蛤蜊的肉 那起司当然需要一点披萨起司 或者parmesan cheese都可以 那做法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锅子放点油 然后鲑鱼放进去 先把它煎 有一点一面煎略上胶色 就是说你煎它 你就不用去动它 不是炒鲑鱼 就把鲑鱼放进去煎它就好了 都不要动 大概煎个 如果是大火或中火煎个30秒到45秒 差不多你翻面就看到煎鱼鱼的那一面 都略带交涩了 那最好的做法 如果你要是鲑鱼吃起来外面酥脆 里面带多汁的话 你可以沾一点点面粉 一点点 等于撒一点面粉上面 让它沾一点面粉去煎它 会比较香 然后会保持里面的那个汤汁比较多一点 另外洋葱切小丁的就是在你鲑鱼煎香以后 你就把洋葱大蒜洋菇 菠菜都放进去一起炒 因为我想要鲑鱼最后不要被炒碎 所以我鲑鱼煎香以后 一面把它煎到略带交涉以后 我翻面 另外一面稍微碰到热锅一下才变色 我就把它全部都取出来 放在旁边备用 锅子里面是鲑鱼的鱼油和鲑鱼的香气 这时候再把洋葱大蒜洋菇菠菜段通通丢去拌炒一下 把那个洋葱大蒜香味炒出来 然后把菠菜炒到油亮了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放你的小番茄 小番茄最好是把它切到碎碎的 让它那个汤汁流出来 如果你可以用这个番茄罐头就更好 因为番茄罐头里面的番茄比较酸一点点 你可以挖个两大匙三大匙 带汤一起进去 跟你的洋葱大蒜洋菇和菠菜一起把它煮滚 煮滚以后就把蛤蜊高汤一起倒进去 等于说你刚才炒到热了 然后蛤蜊高汤倒进去把它煮滚 然后最后再放下甜椒丁 然后所以这里面 你可以想象它是蛤蜊的高汤在煮滚所有的食材 又有鲑鱼的香气 然后菠菜也熟了 然后洋菇大蒜洋葱都有那个味道出来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蛋汁慢慢淋进去 蛋汁一淋下去 它还没有凝固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蛤蜊肉都撒进去 蛤蜊肉都撒进去以后 你就开始煮这整所有的食材 同时你可以把鲑鱼再慢慢的一片一片摆上去 让这个即将凝固的蛋汁 把你的鲑鱼肉跟所有食材粘成一个圆形 因为你的锅子是圆形的 很少有那种方形的锅子 就圆形的锅子 所以你这整块都会凝固成一个圆形 像披萨的样子 那上面食材有红有绿有黄的 所以感觉更像披萨 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撒上一些披萨的 那个起司在上面 那其实整个就完成 因为你有蛋汁 所以蛋汁凝固以后 它整个就变得比较固体 但是因为你的菠菜会出水 然后你的一些食材也是 比如说番茄糊会带一点水出来 所以没有关系 这整个吃起来就是 你可以把它挖成一勺一勺 放在你的饭上面 把它当成盖饭来吃 或直接把这锅 把这整个食材移到一个盘子上面 带一点深度的 因为它有点汤汁 然后小朋友在吃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大汤匙 然后把它挖成像披萨的三角形状 然后挖一整片给小朋友 用汤匙来吃 那他吃的时候 他一个汤匙挖进去 他会有披萨带丝的感觉 就牵丝的感觉 然后里面有蛤蜊肉 有鲑鱼 有甜椒 有菠菜 什么都有 那小朋友看到起司 就会把它吃下去觉得很好吃 那如果放在饭上面 它就变成番茄鲑鱼盖饭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个调味料基本上只要放义式综合香料 撒一撒就可以了 那因为其他其他的食材 包括起司都有咸味了 所以其实你不用摆什么调味料 这样就OK了 好的 大家试试看这道菜了 今天欢迎的主厨呢 专门会做树的 也就是veget vegetarian 完全做树的料理 他的直播也是做树的直播 很少听过树的直播主 而且他是一个帅气的男生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主厨 韦厨高震伟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韦厨接着第一本的作品 叫做树的下饭菜 是 很少看男生喜欢吃树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树的 应该算起来应该是高中 一年级的时候 下学期的时候 你现在看起来蛮年 你现在是大概几岁 已经快要25岁了 25岁 吃树的人真的25岁很少 通常都是宗教原因这样 那听说你不是因为宗教原因吃树的 其实一开始主要还是建立在那时候年轻嘛 所以会觉得说好像吃树比别人不一样 所以就开始吃树 可是后来也有一点点是 可能宗教因素啊 然后就一直默默的到现在了 所以一开始吃树是想要与众不同是不是 对啊 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像要吃一样东西 那我就来一个创意点 然后不要别别出心裁的感觉 就是会让爸妈头疼的人就对了 大家都要吃荤的 哎我要吃树这样子 还要特别帮你弄一顿 盖麻烦啊 不还好你自己会煮 对啊 对不对 听说我们这个尾厨呢 因为大家如果看他直播 他都做树的嘛 那他高中的时候开始吃树 但是他是国小开始就会做菜了 国小就会做菜大概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是天才 第二个呢 家里煮的太难吃 他有广告回来 来好我问一下伟厨 他是不是既是天才 家里煮的又难吃呢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访问到的是帅气主厨 专门做树的韦厨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是的高正伟高中的时候开始就吃树 是因为一开始吃 因为与众不同 后来吃上瘾了 然后呢 其实你说你国小就会做菜 你国小都做什么东西啊 嗯 我想每个人做菜 他应该最开始就是像荷包蛋这种东西吧 嗯 其实我把荷包蛋加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把它变成是料理 在家里 有时候国小小朋友 爸爸妈妈是不让他进厨房的 嗯 不然会饿死啊 因为有时候觉得他们煮的东西就很随便 然后嗯 吃了就 好吧 我还是自己煮 所以你第一次煮的时候是你爸妈都不在家吗 还是说他们在家里 然后呢 你嫌弃他们煮的 然后他们一气之下说哈你煮给我看看 你煮你煮啊 主要是他们还在睡觉啊 哦 然后饿到已经不行了 因为前天晚上看他们煮的东西不好吃 然后隔天早上才起来在那边想说 惨了 昨天晚上没有吃 我们要老实说一下 你爸妈都煮什么 你不能这样亏他们 他们他们 你记得他们以前都煮什么吗 嗯 可能就是找不到皮的鱼吧 或是 找不到皮的鱼好有画面哦 不然就是变黑的糖醋排骨之类的 哇 变黑的糖醋排骨 也是有古早味的糖醋排骨是黑的 是用黑醋做的 他们已经烧到锅子已经变黑了 那是另外一种 那是烧焦的了哈 对啊 所以就变成说 哎 那时候觉得 他们可能因为忙碌 所以煮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的好吃 甚至有时候觉得 嗯 视觉效果就看起来不会让我有食欲了 这整个是酒病成良医的概念啊 从小就给自己小孩磨练 所以我不能煮太好吃给我儿子吃 我煮难吃一点 他才会有独立的精神 哎 这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启发了 对 我不要每天专业厨艺 我就是要乱煮一场 煮到他说 把板煮太难吃了 他自己就下手煮了 太棒了 所以一开始煮这个荷包 当然加一些不同的食材 但是煮食煮食 其实在厨房里不是说 每个男生都喜欢进厨房煮东西 尤其要洗碗啊 搞这些东西啊 后来你煮出个兴趣来 自己想走厨师这条路 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念头的 应该是国中那时候 也有接触到记忆班吧 然后那时候也跟家里 蛮大的革命的吧 因为他们一直逼我去当军人 就是找一份稳当的工作 对 他说男生进什么厨房啊 我说问题是我不进厨房 那谁吃好吃的菜 嗯 对啊 然后后来就跟他们革命到最后 他们也说好了 那去读 那读不好 也是你自己的事情的 可是有时候家里 希望小孩当军人 通常是这个小孩非常皮 皮到一个不行 会不会 嗯 可能是过断吧 就是所以 可能连 又嫌弃他们做的菜 对 然后又过断 所以他们就去啊 他们就觉得我去军中消耗体力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那后来怎么样 这个革命怎么样才成功的呢 是你煮一顿给他们吃 然后他们才发现 哇塞 这个煮真的蛮不错的 也是有国中那时候参加记忆班 可能有得名啊 或是甚至到最后可能 有好的表现 国中开始也都我在煮了 他们也习惯我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他们后来就好吧 那你去做吧 你喜欢就去做 不要后悔就好了 没想到 那你有后悔过吗 到现在为止 我通常后悔就是 我没有办法做更多菜 而不会因为后悔选择做菜 嗯 而且现在这个环境不一样 现在其实这个直播组 其实是蛮不错的 蛮夯 因为会做菜 也是一种 大家很喜欢去看的一件事情 做菜的过程 或是教大家怎么做菜 然后现在在网路上 这么样的那个 简单 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到你做的菜 所以做直播组呢 又很不一样 你做树的料理 嗯 今天出了出这本树的下饭菜 这里面呢 有蛮多道的 100道树的下饭菜 先讲一道你的自选曲吧 好不好 嗯 选道的自选曲 那应该 就是可能是你常做的 或者是你觉得 朋友啊 觉得这道菜也不错 常常拿出来这个 现饱的 拿出来现饱 应该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打炮猪吧 这道我真的很常做给我那些 很爱吃辣的人吃 对 因为你看 这个做树的 那里面有打炮猪 还有糖醋排骨 还有红烧 狮子头 这一切一切呢 到底该怎么做呢 打炮猪我也常做啊 可是就是用绞肉嘛 对 可是树的打炮猪要怎么做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其实打炮猪 就像您刚讲说 一捆的就是用绞肉 那其实我只是把这绞肉 换成一个大豆蛋白的绞肉而已 对 那它除了绞肉 素食的绞肉啊 那我会加一些口感 比较不一样的 像面肠啊 还有杏鲍菇 然后牛番茄 当然是不能少的 那再来就是 辣味的来源 就是大辣椒 或者是老姜 这些一定必须需要的香料 那台湾取得打炮猪 实际上不太容易 所以我都会用 九层杂去做替代 用那种叶面比较大的 九层杂去做替代 它的香味会比较仿 我们一般的打炮的味道 对那其实 有烤旧哦 打炮打炮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打炮酱 原来是它是种 它是它的叶子 对不对 那其实 它这个做法是蛮简单的 只要把我们面肠啊 杏鲍菇啊 切成小丁 那我们素诺墨 原本它是干燥的 那把它泡发瀝干了以后 再把我们牛番茄 去掉地头 切小丁 尤其是现这个季节啊 牛番茄真的超级便宜的 我有时候都会 做一堆起来 然后丢在冰箱 要吃的时候 可能打微波 然后就可以淋到饭上 所以说这个 泰式打炮猪 是蛮适合当 那个常备菜 它很适合 因为它可以做起来以后 把它丢在冰箱 要吃的时候 把它热好就可以吃了 对耶 好 继续说下去怎么做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有大辣椒跟老姜啊 我们都一律 把它切成细末 那九层塔 原理上 把它的那个硬骨 把它去除以后 我会建议大家 把它切成细末 去做备用 它的香味会比较容易 融入我们整个 打炮猪里面 对那我们就 锅里面啊 加一点点香油 把我们面长 先把它煸炒到金黄色 最主要是要去除 它面身味 还有让它外面会 这样子会 有点口感的样子 那再来就是 加入我们杏鲍物 跟素肉去做翻炒 那通常会有人会就 奇怪为什么 我的香料是后面才加 主要是我们 如果香料先加 它很容易就把它炒焦了 对所以我们 这时候再加入我们的 姜末还有辣椒末 那去翻炒了以后 再加入牛番茄 让我们的番茄香出来 那也可以降低一点点酸味 那最后再加入我们的水 然后还有我们的树蠔油啊 酱油还有盐巴糖 去做调味 那因为它本身像 我们刚刚讲的 面肠杏鲍菇 还有酥肉末 它本身都是没有味道了 所以我们要 煮煮个五分钟 让它入味 那起锅之前 我们再放入我们之前 准备的九层塔 去做拌炒 最后再点上一点点的柠檬汁 它就可以完成一道非常简单 而且又好吃下饭的 泰式打炮猪 没错 泰式打炮猪 你听伟厨这样做 也许他没有把所有的 这个调味料的 这个分量告诉你 可是你马上就有一个概念 说应该怎么做 会蛮好吃的 而且杏鲍菇 如果你不是 不是一个很习惯 用树肉末的人 比如说你不是常吃树 你家里没有树肉末 事实上你可以用 这个杏鲍菇就可以了 对它可以全部用杏鲍菇 只要口感就是比较Q一点点 它吃起来其实蛮像肉的 这样整个炒起来 就是一道泰式打炮猪 而且你可以把它当作你的常备菜 放冰箱里面 你可以就把它当作用泰式卤肉饭的感觉 对不对 其实我这里做的时候 人家说这就是泰式版的卤肉饭 对而且再拌面也不错 就如果拌意大利面 或是那种细的干 现在我们常常有那种方便干面 大家就只用里面的调味包 你做好这个常备泰式打炮猪 你把那个干面弄一弄 把这加上去 加一匙就够了 其实这个拌盒粉或拌那个米线都很好吃 更赞 对不对 听起来是蛮有底子的 另外一道我一定要这个 我们的尾厨来挑战一下 泰式焦麻鸡 你看看 总是听起来是很唬人 但是原来是树的 到底怎么做泰式焦麻鸡做树的 其实焦麻鸡最主要 它是那个它的酱汁很重要 这一次我们要请尾厨来好好公布一下 泰式焦麻鸡的酱汁的配料是什么 那它就是它的灵魂了 然后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尾厨告诉大家 树的泰式焦麻鸡怎么做 FM03中广流行王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访问的是专门做树的下饭菜 出了一本这100道好吃的下饭菜 都是树的 那就是我们的尾厨高震伟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是的 大家可能在这个直播的就是 应该在YouTube还是在哪个 我现在目前在粉丝专业 就是Facebook粉专业 做直播 对 是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的直播的 应该是去年的1月初 对 怎么会突然想要做这个料理的直播呢 其实很早就有这个想法 只是一直不敢尝试觉得说 会不会做了 然后可能就不到100个人观看之类的 对然后就后来就最后决定 去拼一拼吧 都在家里自己做 对普遍都在家里自己做直播 那现在大概做多久 嗯 刚满一个月 又十几天吧 在家里做这样的料理直播有没有什么需要准备 或者是自己做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看人家做料理直播跟自己做的感觉是不太一样 其实最大的麻烦就是你要去准备材料 所以通常我要直播前的四五个小时都在外面奔波 真的 那做菜火开了下锅以后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对 前面四个小时没人看 对不对 没人知道你准备的辛苦 那那个做菜 他那个镜头要怎么去拿捏呢 呃 你就用手机自己拿手上这样是不是 之前是有我的朋友可以帮忙我去做镜头掌控 对那到后期我发觉可能会跟那个观众会有距离感 所以后来都变成我自己在掌镜 对 对然后现在可能就是目前就是要真用其他设备 可能就是像导播的方式去切换镜头 这样会比较好 做这么专业现在 对啊 因为主要是大家一直在说 有时候可能会看不到我的锅底的重点 或是我在拿什么东西 他们看镜头在那边换会头晕 所以我后来就依然居然的 嗯 采购一个可以像那个导播的方式去take镜头这样子 那你在家里做这个直播 你现在自己住还是跟家人住 呃自己外面住 只有啊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对不然他们应该会每天被我的油烟熏食吧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做这种中式态势的话 那个油会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然后油烟就会出来 所以在家里做直播有他的干苦谈 就是准备功夫特别多 有没有可能做失败的呢 呃基本上还没有做过在直播上面做失败 虽然就最麻烦的其实就是 有时候做这些东西他必须要准备好几份的材料 嗯对他为了要呈现每个阶段 可能做点心就会有三个阶段四个阶段 然后做完我就要烦恼那些东西到底谁要吃掉了 对那到底是谁吃掉呢 呃之前通常就是很很 就是很巴结可能就吃了三四天 现在我就是有时候就把它打包起来 可能就是去公园啊或是 路上有些街友去送给他们吃 不然就是把它当做隔天可以去分给别人分享的一个菜色这样子 真的做直播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做出来做一堆 然后到最后如果都是自己吃的话 那太可怕了 因为不是说不好吃 是吃太多 会腻 真的会 不是会腻会变胖 就是吃太多就有职业伤害你知道吗 刚刚讲这个泰式焦麻鸡哦 要准备的食材会有什么呢 那泰式焦麻鸡啊 我这边已经改过好几个版本 这是后来我觉得这版本的口感 跟大家准备会比较好制作的 嗯对那其他很简单 他就是只有面肠 面肠是当做我们泰式焦麻鸡 因为他本身是我们的那个蛋白质的来源 因为面肠本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筋性 所以他口感上面会很像 我们一般的那个鸡腿肉的感觉 嗯对那他的食材 因为我们我们这本书是不含五星的 所以他原理上就是用香菜 然后辣椒姜 这三个最主要的辛香药来源 去做一个我们的酱汁调配 对那还有柠檬是酸味来源 但是这边我还巧妙的用我们的 其实可以用我们的柠檬的皮 加到我们的酱汁里面 他的香味会更迷人 嗯对那高丽菜啊 我们会把它切成细吃 去做泡水的动作 让我们去吃泰式椒麻酯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像在吃生菜沙拉的感觉 除了吃到我们炸的椒麻酯 还可以利用我们的高丽菜 去疏解他本身的油腻感 跟他会比较辛辣的口感 对那他做法蛮简单的 就是我们把面肠啊 从中间把它剖开 那不要切断 我们让它变成有点张开的样子 对那两侧我们会插入牙签 把它撑开 让我们的酱汁容易浸泡进去 所以说面肠还是要腌制他一下 就像肉品一样 他不腌制的话 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面生味 没味道 对那再来我们会把香菜啊 辣椒啊 还有姜末啊 然后把它切末以后 这时候我们会把柠檬皮 外面的皮把它刨成那个小细末 那我们高丽菜吃 刚刚讲过要切细吃泡冰水 或是泡水去做一个去除它本身高丽菜的生水味 还有它会变比较酥 那个爽口一点点 对那我们把我们的调味料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腌料部分 我们利用酱油啊 糖 胡椒粉啊 五香粉 还有我们的姜泥 姜泥其实是一个 椒麻吉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调味料 还有一个算是食材 对那因为有姜泥下去 炸的时候它会散发出一种 很腻我们的肉味的一个香味 对那还有水 我们把这些腌料调好以后 我们就把刚刚的面肠 把它放进去里面腌制个30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把这面肠当做肉来腌制就对了 对对对 酱油糖 胡椒粉 还有五香粉很重要 对 然后再来就姜泥了 姜泥是不可缺的 再加水 然后把它拌一拌这样子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像香菜啊 辣椒姜 这些还有柠檬皮啊 我们就另外用一个柠檬汁 然后可能柠檬汁 就是酱油糖跟乌醋跟 这样子去做一个调味我们的酱汁 因为其实很多素食者 不能吃泰式椒麻的酱汁 就是因为 不能吃鱼露 对所以我们会用酱油跟乌醋 去做一个防拟蒸的乌醋 那个鱼露的味道 只是它没有那个腥味而已 对就插在这边 那再来的话 我们可能用热锅 然后加入沙拉油 然后把我们的面茶 把它沥干了以后沾上地瓜粉下去过油炸至金黄 那再把它沥干它的油脂 这样就可以了 那高麗菜我们把它从我们水里面把它捞起来 铺在我们的盘中 那面长把它的里面的牙签一定要把它拔除 不然很容易受伤 对那把它切小块以后铺在我们高麗菜上面 那最后再把我们的调味酱汁淋在面长上面 这样其实就可以完成一道很容易唬人的一道 算是艳客菜的 泰式浇麻鸡 对这一道就比较不适合当这个常备菜 因为那个炸完了要立刻吃 对要立刻吃最好吃 它才会有那个散发出来 看那个酱汁啊 还有你炸腌过的东西 炸完后才会散发出那种浇麻鸡的热热的感觉 对对 吃起来就挺唬人的 吃的时候会不会第一秒第二秒下去 这好像不是鸡肉 但是很好吃 这种感觉对不对 它其实最之前还有一个配方 是我把面长用大根的杏鲑菇 然后把它沿着它边缘 把它泡成一大片的肉 可是我发觉那个有点缺点就是 它菇会一直渗水 就变到最后口感上面会比较不那么好吃 后来我才又改改改改 然后变成是用面长制作 对我刚刚想讲那个直播有没有失败 其实我这个意思其实是问错了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像你这每道菜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钱 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追寻 因为你要很多菜都你自己要想出来 它的调味料你要去试做 所以也有可能是试了以后才发现说 这个食材不适合 然后再做调换 这也包括在你直播之前的准备功夫里面 其实我说一个蛮大胆的话就是 我在直播之前我很少会去做过我直播要做的东西 我通常都是用想象空间 是 对那想完了以后再去做拼凑 那基本上我就会把它丢在直播上面用 除非有些是像点心类或是一些面点类 它是需要精准的配方 那个我才会前置去做试做 不然的话像这种菜肴类 我基本上就是直播 就是现场去做调味去做挑战 这样子 这就是大胆的地方了 因为直播虽然说大家看不吃不到直播东西 但大家在家里可以试做看看 就知道那个味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口味 但是这样素的来做出来菜真的蛮特别的 另外大家耳熟能详的苍蝇头 它也可以做素的 而且这个苍蝇头多半我们都是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菜来做它的绿色部分 韭菜 韭菜对不对 对 然后是韭菜花 但是这边的苍蝇头呢 我们使用的不是韭菜花 使用的是龙须菜 待会马上回来介绍这一道菜 别走开 FM103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访问的是专门做素的下饭菜的人气直播主厨 他是韦厨高震伪 然后这个出版社叫朱雀文化 他们这次编辑的方式也蛮简单 一目了然的 有一百道这种素的下饭菜 他是从这种爆炒类的 酱汁拌炒类的 清蒸会煮类的 还有煎炸烤物 还有凉拌小菜 像凉拌小菜里面很多都是我们在餐馆里面 看得到的一些凉拌菜或小菜 所以不见得是完全大家觉得 哇像苍蝇头 或是这个刚我们讲的什么 泰式的这个打抛肉 或甚至于是焦麻鸡 这样子的一个创意菜 有很多就是我们直接在餐馆 就可以拿来吃的这种树的小菜 这边也有很简单的做法 那另外刚刚要讲到这个苍蝇头 拿龙虚菜来做 我好像没看过 这个蛮特别 当初怎么会想拿龙虚菜 那时候其实是这边想很多 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形状跟韭菜很像 然后纤维又要一样够多的 后来在那边挑市场 在那边挑的时候 就走过去 这是龙虚 而且它其实跟韭菜 除了那颗头不像以外 基本上切碎蛮像的 所以后来就把它拿来当做 我们的韭菜花的一个替代品 因为我看过人家用青椒类的 可是青椒类炒到后来就有点 不会那么爽口 对 那韭菜那个龙虚菜感觉起来 后来咬起来口感会跟韭菜很接近 真的蛮接近的 但是味道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苍蝇头要怎么做呢 对了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很多吃素人 他不能吃 比如说某种辛香料或什么样 所以说你会就不用韭菜花呢 是因为毕竟台湾现在目前以宗教术为居多 所以我后来就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我不写入所谓的五星类的一些食材跟香辛料 所以这个龙虚菜又是另外一种选择 到底怎么做 请我们韭族告诉我们 好 那我们这个龙虚菜 我们苍蝇头的头 我就用我们的黑豆食来做一个使用 那其实传统还有用皮蛋 但是我今天只用黑豆食而已 对那龙虚菜然后还有我们的刚讲到的树肉末 当作我们的一般的角落做使用 那里面同时也会放入我们的辣椒末 然后还有我们的姜末去做一个辛香料的调味 对那其实做法就是把我们龙虚菜啊 尾部它一定会有粗梗 那我们把它稍微切除一下 那树肉末啊我们把它泡发 然后辣椒跟我们的姜末都把它切成细末去做一个准备 那我们先准备一个热水 把我们龙虚菜放进去烫烫大概30秒 这个30秒就要马上起来去泡冷水 不然的话我们龙虚菜就会扁掉 而且颜色会变那个鹤黄色 就比较不像我们苍蝇头了 对那我们再把它水分挤干了以后啊 切成小丁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准备一个锅子 然后放入我们的香油 先放入我们的辣椒姜末 去把它炒香以后 最后再放入我们的树肉末把它变到金黄色 让它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像我们的绞肉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不可以少的我们豆豉 我们豆豉放进来炒香 通常我都会建议大家这边可以加一点点水 把我们豆豉味道稍微微出来 除非是你是用那种湿的豆豉 对那就不用了 对那最后再加入我们的做法二的龙虚菜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酱油啊糖跟胡椒粉调味 快速的去做一个拌炒 然后收干酱汁 基本上它就可以完成了 嗯 听起来真的蛮简单的 这个树的下饭菜 有时候我们这个看人家出树的食谱 会觉得手法很复杂 要炸锅再炸锅 然后再编织成什么样子 然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 可是我发现你这100道的下饭菜 其实做法都非常这个清楚 而且简单 有可能是跟你的个性有关 就是因为以前吃到难吃东西 然后肚子也很饿 希望赶快可以 这个那个步骤要简单清楚 然后做出来要好吃 会不会很多你的朋友会到你家说 拜托你做给他们吃 其实比较多是他们会希望我可以去帮他们弄一桌可以去下人的菜 去下人 因为他们是树的 对 主要是他们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宴席啊 或是聚餐啊 然后总总比外面的餐馆做就是那些塑料 然后我基本上我不喜欢用塑料 所以他们就会叫我去帮他们做一桌 新鲜的蔬食比较多 对 然后去吓朋友说这是树的 以后就不用请他去了 就是直接叫他们买这本树的下饭菜就可以了 再加试试看 100道中西式的这个树的下饭菜 非常适合喜欢吃蔬菜的你咯 谢谢我们的人气直播主 韦厨高正伟 Thank you 谢谢 讲公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